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关心在春节期间世界的财经大事 以及有关加强和墨西哥边境安全可能会导致的修墙的命令 同时通过一贯维持推特治国的策略 表达了对自己输掉popular vote的不满 表示将重查 但是就连共和党议员都表达了特朗普说辞的意义 周二 英国最高法院以8比3的票数做出终审判决 裁定英国政府必须在议会通过后才能启动脱欧程序 这意味着在没有议会法案授权的情况下 英国政府无权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 也就是所说的脱欧程序 对刚刚发表了强硬脱欧宣言的媒意义来说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英国政府应该对这一判决结果有所准备 因为去年11月 伦敦地方法院就已经做出了一样的裁决 而英国政府对裁决结果不满才上诉到最高法院 虽然败诉 但是梅宜和英国政府仍然对脱欧充满信心 而英镑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行情 周二盘前 中国互联网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公布了2016年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 财报中显示 上个季度阿里营收达到76.69亿美元 同比增长达到54% 每股盈利1.3美元 比市场预期的1.13美元高出时期每分 但是除了盈利营收总量的增长外 财报最大的特点是最亮眼的部分不再是电商部分 而是营收增长115%的云计算业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阿里的云计算服务还没有盈利 欢迎回来美洲华尔街最精彩的大麻秀 我是主持人Naniel 今天在我旁边是我们的首席分析师 沃尔王沃尔老师 嗨 南年友和各位观众 大家新年好 今天是大年三十 也是猴年的最后一天 我这个猴子跟大家拜个年 是 因为沃尔老师的猴年要过完 马上要继续今年经济行大运 其实我这样讲是起来有自 因为沃尔老师从今年开始 我们中文投资网已经涨了400% 那在华尔街的投资名人 Alan Stone他也说我们中文投资网将会是2017年一支备受看好的 不仅是在金融教育平台上面的一个会发扬光大的一个平台之外呢 还是大麻潜力股 湾老师可以跟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 最近在投资市场相当受到瞩目的CIIX 好的 昨天我和南年友呢 我们去了连续两天在UCLA和UCLA附近的Westwood 还有这个Newport Beach的Fashion Island Illand Hotel举行了两场录影 是非常小型的 那么下周呢 我们周一周二呢 将在佛罗里达的Fort Lauderdale附近的Boca 附近这个Yach Club游艇俱乐部呢 参加有100多家中小型公司参加的 这个Noble Finance的一个峰会 那么Allen Stone在昨天的讲座当中呢 讲到CIIX是全美国2017年以来 表现最好的股票 那我昨天回到家呢 我也看了 我拉出这个月线图 那么我刚才也跟南年友讨论 其实在这个峰会当中呢 也碰到一位朋友呢 他在两年之前的7月份 在这个拉斯维加斯 我们参加一个叫Freedom Fest 这是一个就是Orange County的那个大学的教授 他办的一个Freedom Fest 我们我是第一次见到了Donald Trump 而且呢我当时呢 也就是跟所有的朋友说 Donald Trump就是美国总统 那么我觉得中文投资网更是一个 也是一个借着这个川普总统 我不是在这里恭维他 我还是有一些 包括我们最近上周日 在全美国举行了这个 上百万人参加的妇女游行大会 对他的一些言行也进行了这个游行思维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 我们我觉得Donald Trump是我的财神 因为我们在Donald Trump的这个 这个竞选 当选之后 股价就开始 一路飙涨 对我11月15号好像是大选日 我们股东大会 是11月21号结束的 为什么我认为中文投资网 Donald Trump给了我们带来了这个财运 就是在新总统的带领下 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中文投资网 我才1999年成立的一个目标呢 是Chinese Investor 我们是美国的公司 我们不是在中国去发展 我们是吸引国内的人到美国和海外的投资人 投资美国 这是Donald Trump的第一个国策 就是说 回流美国 回流美国给美国创造工业机会 工作机会 那么我们在7月份 也就是两年前的7月份 见到Donald Trump以后 我们在美国呢 可能招聘了20位到30位的员工 这给美国创造了这个工作的机会 创造了税收的收入 所以我们第一和Donald Trump的政策非常符合 第二中文投资网 有今天这么火爆的一个行情 包括我们整个成交量 都是非常吸引人 包括我的亲戚 包括我们的朋友 都打电话来说 Warren你可不可以买这只股票 说明他们都已经关注到这个股公司 CIX 我想呢 刚才南达要说 我们也和华尔街很多沟通 我想在未来的这个 我们的公司的发展方面 我是想成为一个中国医用 大麻的概念股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您做了很多秀 你发现这个Marijuana 这个Madison Marijuana MJNA CVSI 他们和我做的是一样的 我们的方向都是医用的 并不是说想去种植大麻 或者服务一些引君子 我们是从大麻当中提取CBD Oil 我们也想在中国就是赔 就是说作为一种营养品 来帮助中国人提高他的身体的状况 特别是老年人 因为我们中国的population 趋势是逐渐老龄化 我的亲戚跟我说 上海你看很多马路上 根本看不到年轻人 全是老年人 只有深圳可能是一个 完全年轻人去闯荡 但是上海 北京 人口都高龄化 都是老龄化 特别台湾 也是老龄化非常严重 那么老龄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 营养保健 对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一个辛勤的问题 就是老年人 他在退休以后 孩子长大了 他突然失去了一种 原来忙碌的这种状态 所以他的心情就会比较郁闷 那么这个孩子们 由于平时都很忙 不可能就是说天天陪着老人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的心情状态以后 他们会形成这种忧郁 影响他们的一些 其实很多人 就包括我这次去国内 看了《东方早报》 周六版一个特别的文章 叫《身体》 就是说老年人 他的一些消化道 未尝消化不好 他们以为就是说 哎呀我这个消化不好 其实是因为 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 影响 对 那大家其实初想大麻 这个概念 就是他比较slow down 比较relax 比较忘 就是说 老外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 大麻抽了以后 他可以 都是一些loser抽的 我一个朋友说 为什么呢 他说loser才会用大麻 来麻醉自己 让他忘记 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个残酷 那我相信就是说 通过 比如说一些非常营养品 因为CBD里面的 这个大麻有两种 一个是THC和CBD 但是我研究这个东西 花了三个月 我才逐渐搞明白 那你有可能 如果不参加我们公司的话 就不知道 对 是真的 我也是从当中公司访问 跟沃尔老师的学到了 知道CBD积确是一个 真的对人体 会有帮助的一个保险 不然不会这么多 花尔街这些公司 都投入去CBD的 这个投资商 是 我觉得 中文投资网 作为一个 例子 像成为中国 医用大麻的 一个供应商 因为我回到国内以后 我就发现一个 很大的问题 国内民众 包括政府 包括很多的投资人 对于大麻的概念 比我们美国 还很落后 大概三到五年 这也给我看到了机会 落后就是机会 因为我们 我在2000年回国内的时候 感到网络非常落后 比美国 但是大家看 现在百度 现在阿里 现在很多网络公司 都已经超过美国 所以当时 马云阿里 马云阿里 李延宏 都获得巨大的成功 是他们把握了 这当中的一个时间差 而我们作为中文投资网 我感觉 在很多老百姓都 不是很认知的前提下 进入这个市场 我们中文投资网 CIX 有望成一 成为十亿 甚至百亿的一家公司 所以这就是我的目标 所以现在的市值 比如说到2000万 从500万 甚至到2000万 很多人说 哇 很高很高 但是你想想 其实我们 进入这个市场 而且在这个美国的股市当中 没有一家公司 作为外资企业 这个 100%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不是Chinese company 进入这个中国市场 我相信我们的价值 不仅仅就值2000万 所以很多人问我 股票到底还不能买 我无法回答 短期我们都会有剧烈的波动 而且投资人喜欢这个波动 因为他们可以炒 但是长期 我很看好我们进入这个行业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做坏事 只做好事 只帮助老年人买营养品 至于说 娱乐大麻那种 稀食好玩的 我们并没有参与 对 我觉得就是说 我的亲戚今天问我说 这个老年痴呆症 你能不能吃你这个药 就会好 我说这是个 joke 如果说我能够吃这个药 就好的话 那我可以做诺贝尔医学奖 但是呢 它可以帮助一些人 所以营养品 人家说笑话 叫吃也吃不坏 但是吃也吃不好 但是呢 有一点 对有钱的中国人来讲 他买一点 对他来讲 心理 生理 身体 都有帮助 是 所以现在中文投资网CIX 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了 医疗大麻的一个概念股 而且也受到华尔街的投资人 和许多投资专家的认可 那今天温文老师就很完整的解释 跟大家谈了我们中文投资网投入 当时也是就是刚好 刚刚好 配合到川普 现在回流美国的政策 一切一切都是这么刚好 股价也在大涨当中 也CIX也是一只可以值得 长期持有的股票 在短线上看到效果 长线上我们的潜力 来等着各位投资人的一个认可 那以上就是今天文老师 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大麻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